各位好,今天為各位介紹的是 視窗程式設計裡面的Network Programming 我們在寫網路程式的時候 有一個基本觀念要跟各位先說明一下 一個是主從事架構的一個說明 那主從事架構意思就是說 在 網路環境裡面會有一個是主要提供服務的這個程式 我們叫做Server 伺服器 然後從別的地方連進來的,向他提出需求的這個我們稱之為 客戶端 叫climb端 所以 我們知道說在網路上你要寫一個程式能夠互相溝通的必須至少要有兩個程式,一個是serverxclimb 好,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基本概念底下我們來看一下climbserver他彼此之間是怎麼操作的 底下這張圖 首先呢這個server會先run起來 那這個需求的流程是climb端會提出一個服務的需求去問這個server 那server經過處理之後會把結果丟回來給這個climb端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操作流程 首先呢他會從這個server端呢會把一個socket Socket在我們日常生活上他就是一個這個插座的意思 好那他把這個 伺服器裏面的socket run起來之後呢他就開始等待 等待什麼使用者提出需求 所以在這個climb端這邊呢他有個socket會連過來 提出需求連過來 那這個serversocket呢他就等待之後發現有人提出需求他就確認 確認之後呢他就進入 也是用socket來跟這個climb端呢進行資料的傳遞 所以在這邊呢就會提出需求跟回傳的一個過程 好那各位看到這邊這樣是一個單單純的一個流程下來 好那在 這個我們的想像上如果說你程式這樣子寫完 好你會發現你的程式呢就只能run一次就是只能傳各傳遞一次訊息 然後程式就結束掉了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因為我們程式是由上而下一直 執行下來 好所以這個socket呢 當你接收到資料他要丟資料回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邊接下來的程式呢就是close把通道關掉然後就結束執行 所以在這樣子一個情況底下你很 你就沒辦法達到一個需求就是我要 寫一個程式是做這個聊天室 兩個人互相傳遞訊息的一個聊天 比較難做到 所以我們要怎麼做呢 這邊顯然必須 達到一個目的就是說 這個 Client端跟Server端都一直在執行 一直在傾聽一直在傳送訊息 然後 因為要達到互傳 其實各位把角度換一下當 我要把資料傳過來的時候 從Server端要傳資料到這個Client端的時候是不是也要一個通道可以把資料送過來 所以在這個 網路程式設計裡面呢他有兩個通道一個是 InputString 跟OutputString 那不管你在Server端 或者是Client端一樣都有這兩個通道 就Server端而言他叫InputString 可是就Client端來講他是OutputString 因為從ClientOutput到這個Server端 是一個 Server裡面的InputString 那從Server端傳到Client端也是一樣 Server端呢他算是OutputString 那Client端他要有一個InputString去接你的資料 好 所以呢我們為了要讓這個程式可以順利執行 而且資料可以持續的傳遞下去 所以呢我們需要另外一個概念叫執行序 Marty Thread 那這個Thread呢基本上他是輕量化的行程 什麼叫輕量化的行程 就是說 我們在電腦裡面所有的程式都是一個Program 他都是一個行程 可是呢有些時候你會發現很多程式呢 他是同一段程式碼執行 舉例來講比如說你用Word開了 兩三個這個文字檔 Word檔 那各位可以想像Word的程式碼裡面 都是長一樣的可是你開的唯一的 剛剛講的情境裡面唯一的差別在於說你開起來的檔案內容不太一樣而已 所以各位可以發現程式碼一樣但是資料內容不一樣 這時候 他是要把程式碼全部重新載入呢還是只是 把資料的部分呢做不同的對應然後程式碼是同樣的 一塊 我喜歡是用同樣一塊的這個程式碼 然後呢 分別去對應到不同的檔案內容好來做相對應的處理 所以在這樣的概念底下就是 執行序 好處是同一時間可以有很多行程做同樣的 執行 這個同一段程式碼然後做分別做不同的事情 這是執行序的一個概念 詳細的概念各位可以在作業系統這門課裡面 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執行序的生命周期 他從被 執行起來 STAR 被執行起來是STAR 然後呢他就會開始執行 在這個過程呢 他雖然是執行序但是一樣要等待CPU的使用時間 所以呢他在不同的行程裡面 不同的thread裡面他都還是要去跟作業系統 請求這個 資源的使用所以他也是要進入排程所以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這些 執行序呢可以分工 做很多事情 然後呢跟CPU之間呢 去做資源的取用 好那我們現在要舉的例子是我要寫一個這樣子很簡單的 通訊軟體 好那 左邊呢是 Cline端 左邊是server端 伺服器 伺服器端的畫面長這樣 然後這個呢後段有一個server的程式 右側呢是一個 Cline端 那這是他的畫面 然後呢他有這個後面還有一個程式是叫做Cline 好啦從這邊我們可以看到server端我把它run起來之後呢 START啟動之後他就開始等待輸入 然後呢這邊 右側的這個Cline呢 可以選擇IP 所以當你機器在不同的地方的時候你要知道 server所在的IP是多少 所以就是要這邊輸入server端的IP 那各位可以嘗試一下在不同的機器分別把這兩個程式 分別run出來 然後去連連看是否能夠成功 如果能夠成功代表你的這個網路聊天軟體呢是可以work的 那我們在這邊的例子是127.0.1.1 這是代表localhost 就是本地端 因為我們寫程式 目前簡單測就是 在本地端兩個程式互傳 看資料能不能傳送 Connect呢就會去連這邊 server端的資料然後呢開始打資料 所以下方呢是你在台屏的資料打上去然後按傳送 傳送結果會顯示在上面的這個 區塊裡面 然後呢這個 server端跟clite端都有同樣的功能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程式的展現 好這是clite端 那我們來看一下server端的樣子 那這兩個程式呢 分別這樣子那我把它start啟動起來之後 那clite端 這ip我們不用改 comnet它就連到了 然後server端收到就是說 clite已經連線進來了 那server端就說hi welcome 歡迎你來 來到這邊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嘗試一下從server端傳資料到clite端 比如說 我打了一些資料按send 好那我這邊會有一些資料記錄下來 server說了什麼話對不對 好那clite端呢 我會打入一些資料按send 然後server端也收到了 好色 可能一段說 這樣子的一個訊息 那可能一段自己也記錄剛剛自己說了什麼 好再嘗試一下 OK 傳送 好假設他一次打了很多說了很多話一直傳 對那就要把它記錄下來 OK 然後server端也是一樣 對 傳送 好 所以呢這是一個 clite server的一個範例 然後如果不了了就disconnect 按離開 按離開 這樣就可以結束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程式怎麼寫 第一個呢我沒有視窗所以要一個s frame 我把這個s代表 server frams 那個server的視窗 然後後端有個專門在做 網路連結用的 網路連結用的server 好那再來是一個clite的視窗 好可能的視窗然後呢 後面有一個clite端去連的這個 好這個網路程式 那我建議各位可以試著就是先寫出server端 Server的視窗是不是的這個網路連結程式呢 兩個都寫好之後再copy paste 到clite端 做shave的修改就可以了 因為各位剛剛也看到這兩個視窗的樣子長得非常像 所以 你只要先寫出其中一端然後把它複製 再做shave的修改好就可以了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server端的視窗 上面是import就不用看了 再來呢是一些原件的宣告 原件的宣告 再來呢他的建構源 Frame的建構源 好然後再來呢是initial component 就是把它畫出來 這邊 各位都 蠻有經驗的就是把視窗畫出來 比較不一樣的部分在於說我在這邊有一個server Server 各位可以看到原件宣告這邊有一個server 那這個server呢 不是引用外界的 套件庫而是我們自己寫一個server 在這邊 這詳細內容待會再說 好我們會 建立一個server名字叫 Serv 好 好那 在這邊呢我們initial component裡面 我們按了run run就是 說 啟動 我們剛剛的畫面上有個啟動對start的這個按鈕按下去他就會把這個server new出來 那在new這個server的時候呢 我們把frame自己本身的丟過去 原因在於說我們 希望 server在執行的過程 這個server class在執行的過程 如果說 有錯誤訊息或者是有一些對話框要顯示的時候還是可以透過視窗的模式顯示 而不是用console的界面顯示所以呢 我們需要有一些原件呢可以幫我們把資料秀出來 好所以可以使用這個 frame 把它傳遞過去的做法 當然你說你不要這樣傳也可以 不過那是要用其他的技巧各位可以嘗試做做看 好那既然按啟動了所以這個server 它是一個 待會我們會看到server呢它是一個 繼承字 多執行序的一個 城市好一個類別 extense 這個繼承字 好所以你把它啟動了start他就開始在那邊工作了 好這時候我們就會現在自己 好色不斷自己的 這個 textarea裡面加入一個好等待連結 好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按了一次start之後就不希望其他人在按第二次所以我們就會把它射成force 他的效用呢就射成force 再來呢這個 離開 還有這個傳送訊息 傳送訊息的時候我們會 引用 就使用ser Serv Serv裡面的這個send send to client的這樣的一個函式 呼叫他然後把我們底下訊息框打的資料呢丟給他 然後我們把資料這個資料呢複製一份放到 剛剛的那個對話內容的上面 然後呢並且把下面讓使用者key這個訊息的部分呢清空 OK再來就是一些 原件的設定然後包括這個 設定背景色啊設定文字大小啊這些都是 原件的設定 OK那這邊有一個就是 韓式這個韓式呢是做add message 這個add message呢 用處是這樣子就是說 我呢透過這個 這個 Serv端去專門接收來自client端的訊息 那段程式呢在這邊 在第37到39這行 這三行呢是專門接收來自client端送來的訊息 好啦送來的訊息之後我希望 透過視窗呢把結果顯示給使用者看所以呢我必須要去調用視窗的這個 Sframe 然後呢把 我去 引用好使用他的韓式叫add message 他就會幫我把message放在text area 裡面去 所以這韓式呢就做這件事情 好所以這邊 各位可以想見就是說add message 專門是在處理來自client端的訊息所以我這邊再加個提示訊息說client說了什麼 然後呢加個換行的動作 好接下來呢好man 各位在這邊要特別注意就是說因為我們有兩支程式要跑所以呢sframe上面會有個man 然後client client的這個cframe client的frame上面也要有個man 也會有個man沒事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 好所以這個sframe呢 這邊的man在這邊 那很簡單他一樣是把new出來 把sframe new出來然後set 他的這個visible設成true OK 這是視窗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 網路連結的部分 網路的連結部分各位要import的這個 套件庫有這麼多 然後呢各位可以發現這個 因為他是網路程式然後我們又希望他能夠持續的一直 運作下去所以我們用一個sframe的方式呢 可以持續的去做 好那我們在這邊呢 需要幾個元件一個是 Inet是Internet的address 再來呢這個serve socket 我們剛剛有講過 Serve段一定要serve socket 那可能一段就只要socket就可以了 所以除了serve socket之外 Serve段還有一個socket 好專門在連結 連結資料用的 再來print Stream呢就是用 當作outputStream 就是 資料丟出去的一個 這個串流通道 Buffery的呢是專門用來去接收來自 另外一端所傳送的訊息 所以叫做instream InputStream 再來呢 這個sframe 當然就是我們剛剛寫的這個serve frame 視窗 好那在建構的時候我們會讓使用者傳入一個 這個sframe 然後我們就把 對應到這一個 物件裡面的sframe 把它對應過去 然後接下來呢我們就去取得它的localhost 就是本地端 你要知道你的這個server run起來這台機器它的IP是多少 先取得 好把它丟給這個IP address 再來我們去設定一個socket 這個socket Server socket 那裡面這個數字呢就是它的通訊port 一般來講我們通訊port要在1024以上 因為1024以下是作業系統在用的 那你隨便調用它的這個1024以下的port 很多時候會衝突 然後也會有一些比較大的麻煩 所以我建議各位呢在設定數字的時候在 1024以上然後6536以下 以上給各位參考一下 再來呢在這個 網路連線的時候經常會有一些 不確定的因素造成這個程式出錯 所以呢建議各位可以把這個exception呢 納進去 unknownhost Exception 還有ioException 這些呢都要加進來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我要顯示一個彈跳視窗告訴你錯誤訊息是什麼 好接下來有一個函式 這個函式呢就是run 這個是繼承制thread 這一個程式呢 這個類別一定要做的 一定要去實作出來的一個 實作並且改寫它的一個 啊 韓式叫run 一定要用 好那這個run裡面做什麼事情 各位就可以把它想像 說 我這樣開始執行了 他就是開始等待 所以這邊的sucket呢 就是sucket accept 就開始等了 等 這個clite端連進來 所以一旦這邊成功連進來之後呢 他就會建立output string 啊 所以他去get這個sucket的output string 因為你已經知道是誰了 所以你就可以建立這樣的一個通道 再來input string的部分 就buff reader 然後另一個input string sucket 這個寫法還蠻固定的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再來呢我去附加一個 去把結果顯示出來這個send to client 是我自己寫的一個 函式 專門用來做這個傳送資料到clite端的一個做法 我這樣子呢是做一個基本的 基本的測試說確定clite端可以收到訊息 好接下來就開始接收 來自clite端的訊息 然後收到之後我就把add message 我們剛好提過 把結果顯示在 視窗上面的j text area裡面 顯示出來 好那這個就是錯誤的時候要顯示的錯誤訊息 好那這個get IP 只是做好玩的 各位可以 試著做做看然後 看能不能去取用它 再來呢send to client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我有訊息要丟到這個server端 送到clite端去的時候呢要有一個函式來幫忙做 OK所以他在 送訊息之前呢會先判斷一下這個output 到底建立了沒 如果有的話我再把它送出去 就透過 output stream 然後呢print line 那就把它寄出去了 就傳送出去就丟出去了 OK所以這是send to client 那這個在什麼地方用我們回到剛剛的視窗 有一個按鈕叫做send 對不對我們有一個按鈕 j button send 這個 各位可以看到 當我key完資料我按 傳送的時候 key完資料按傳送的時候按下去 他就會 執行這一段程式嘛所以他就會去呼叫 server的send to client 這段程式嘛 把資料丟出去 好啦那clite端呢一樣他 有類似的視窗程式 比較不一樣的是你可以提供一個 文字欄位呢讓使用者去輸入IP 那這樣子的彈性會比較高 可以試試看同學跟同學之間彼此在連的時候 別人的IP你是不是能夠連得到他的程式是不是可以提供讓你做連線 好甚至你自己可以把程式分別 扣到兩個不同的電腦然後去讓讓看資料可不可以傳送 好那這個是 引力修component的部分是用來畫視窗的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好那這個j button的部分呢我希望 同一顆按鈕當還沒有連線的時候他的 字面上是顯 顯示connect 可是我按了connect之後我就不需要在connect的第2次對不對 所以他的狀態就變成disconnect 就是讓使用者按下去可以斷線用的 好所以呢這是一個操作好讓 這個按鈕上面字體轉變 OK再來這個是離開不用再講了sender 概念跟剛剛一樣就是他把資料呢送到 這個server端 send to client 那這個 這個其實可以改成另外一個名字 如果各位有興趣可以把名字改掉 因為現在的 程式呢是在client端 所以這邊可以sender to server 可以把它改一下 好然後一樣呢j text Text area in 就是 顯示 所有訊息的這個 比較大的這個文字欄位 好再來這是 一些其他元件的設定 包括 背景色還有按鈕之間的一個位置 擺設 好再來呢一樣他是add的一個message 然後呢get ip 然後這個是主要的程式man 所以 各位發現他的寫法跟 這個server非常的類似 再來我們看一下client端 client端的寫法跟server端寫法 一樣是大同小異 不過他這邊已經沒有server socket 各位注意一下 這邊沒有server socket就只有一個 socket 然後這個一樣是有print string跟這個buffer reader這樣子 好然後呢他在建構的時候呢 好一樣因為他是繼承字什麼 thread 繼承字thread 所以呢他要run出來 他有一個 韓式叫run 一定要run 然後呢這邊的socket 就不是用server socket來做 而是直接 另一個socket 裡面呢前面這個 這個就是使用者輸入的IP 比如說你有一台機器是120.10 8.117.25 好那你在畫面上輸入完之後他會從這個管道呢去收到取得這樣子的值 get他的IP 然後呢去做什麼 做傳送 那這個通道各位要記得這個port跟server端的port要一致 server端的port server端的這個port 在這邊 serverport一定要一致 你如果不一致的話那就領不到了 好那buffer 這個oplet string跟input string呢 也是一樣的做法 建立起來然後呢傳遞訊息 好那這邊wire的部分呢專門接收來自server端所傳送進來的訊息 不斷的去收然後把結果顯示出來 好那 那send to client的部分就是其實我們是要把訊息送到server端去啦 這個 送到server端去的做法跟 剛剛在server端的寫法是大同小異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closed socket 就是說如果你已經要斷線了你不想要再跟對方聊你要斷線要離開 那你要先做disconnect的動作 這邊呢他就會把input string關掉 Socket關掉 把這兩個關掉之後呢再做這個傳送 就可以收到 以上呢這個程式 提供給各位參考一下 練習一下網路程式的一個程式撰寫 我會示範像那一段時間 也分析 我會示範像 這個最終可以再做的